CBA各路好手來過招 寶島小飛人 劉貞效力浙江廣下 主場對上青島雙星 要助隊拿下四連勝 馬上先來一季三分蛋開場 自己得分是很帥 不過懂得適時穿著引線 更是搶分王道 妙傳給隊友輕鬆扣籃 劉貞這場比賽上場29分鐘 攻下16分 而他的隊友 前NBA球星Kennett Farid 是暴力美學的擔當 這一季阿里宇 飛升灌籃還翻全場 他角出十四分十一籃板 個人連三場比賽有雙十演出 廣下靠著七個人 得分達到雙位數的均衡火力 中場一百二十六比一百一十四 擊敗青島 至於效力廣州龍師的陳英俊 前一站上場四十一分鐘 砍盡十九分都是本季新高 這一輪球隊交手天津先行者 一個加速輕鬆突破防線上籃 換個方式中距離跳投 穩穩命中 陳英俊此戰十四分五籃板 不過球隊能夠一路領先的關鍵 是曾在NBA闖蕩過的 Ander Nicholson狂飆三十六分 帶領廣州最後一百三十比九十九 痛在天津 而說到本季的CBA 哈佛小子的林樹豪 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他這一輪因為肌肉痙攣 首度缺症 少了好小子北京手鋼打得辛苦 一九十一比九十一分之差 險勝北京北控 Jeremy九場比賽平均上場三十五分鐘 常常遭到重兵看守 考慮到他過去在NBA的傷病時 首度確診會不會是一個警訓值得注意 YTV新聞綜合報導